传法救弥琴 一滴花开五叶 结果自然称 阿拉莫阿弥陀佛 阿拉莫阿弥陀佛 恩来愿有的 命的众发生 恩来无忧众 他已不成生 阿拉莫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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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无人下 sagt 花的今无声 阿拉莫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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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监 comic books save 阿拉莫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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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愿与行河 当神圣吐生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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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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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笨笨 茂密原始森林里的各种生物吸引着大批学者兴趣 他们经常会深入丛林 对那里的动植物进行观察研究 这些路看起来都非常的像 要是没有向导的话真的会迷路啊 当然啦 如果没有向导带领 我们哪里敢进入这片山林 天快黑了 我们赶紧返回观察站吧 要知道夜晚的山林可是很危险的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是不是有野兽啊 你们看那里 那洞里有东西 没错 大家小心一点 如果里面是猛兽的话 可就糟了 那会不会是山猫的窝啊 不 山猫善于爬树 窝一般都选在树腰的洞里 它们不会在地面建窝的 哇 那是什么 看上去蛮可爱的样子 不要过去 那是一只小熊仔 这么小的熊 对我们不够成危险 有什么好害怕的 你胆子可真大 你知道吗 熊的窝可是极其危险的地方 尤其里面还有一只小熊 没错 熊的性情暴躁 尤其是带宰的母熊 攻击性更强 它们只要发现自己的窝旁 有其他动物或人走动 就飞冲出来 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天啊 那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那是一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熊 眼睛还没有睁开 它显然是饿了 正嘟着嘴 脑袋在地上落叶里 一拱一拱 像是在寻找母熊 想要喝奶的样子 看来这个小家伙饿了 真是奇怪 天快要黑了 母熊通常不会在这个时间 丢下自己的孩子 没错 熊的势力不是很好 它们是绝不会拖到 太阳快落山了还不回家 更何况 家里还有一只等待吃奶的小熊 你们说 它的妈妈会不会已经遭遇到了不测 哦 很有可能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这只小熊没有妈妈的照顾 那就只剩死路一条了 可怜的小家伙 我看不如将它带回去吧 现在还不能确定 她的母亲是不是已经遭遇不测了 如果她母亲只是出去寻找食物 等一下就回来了呢 若回到家 母熊发现我们带走了她的孩子 一定会跟随器卫找到我们的 不会吧 我们走了那么远 它还能找到吗 当然了 熊的嗅觉可是很灵敏的 尤其是丢了孩子的母熊 它找不到孩子 是绝不甘休的 那我们还是别去惹麻烦了 就在这时候 它们身旁不远处的一棵树上 传来了哗啦啦的声响 众人急忙寻声望去 只见不远处的一棵树上 一只山猫正趴在那里 不怀好意的盯着那只小熊仔 哎呀 山猫 它想要干什么 它只是想攻击那只小熊仔啊 没错 现在它只是顾忌我们 只要我们一走 它就会扑过去攻击这只可怜的小熊 给我走开 你这只可恶的山猫 没用的 山猫闻到了腥味 是碾不走的 只要我们一走 它就会再次出现的 那怎么办啊 我们总不能让山猫吃掉这只小熊吧 要不我们在这儿守着 等母熊回来 等母熊回来 亏你想得出来 难道你还指望母熊回来后 给你道谢吗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能不管这只小熊 我看我们还是把它抱回观察站吧 如果母熊没发生意外 它会嗅我们的气味找上门的 到那时候我们就把它还回去 嗯 这主意不错 好吧 那就这样吧 就这样 它们三人将这只小熊 带回了观察站养了起来 大家给它取个名字 叫笨笨 几天后 小熊笨笨睁眼了 它憨太可居的样子 很讨大家喜欢 小兰 笨笨应该把你当成它妈妈了 只要一时看不到你 它就显得很不安 我想 笨笨真正的妈妈 应该是已经遭遇不测了 要不怎么这么久 都没有找来啊 哦 可怜的笨笨 不过你不必担心 以后我们会照顾你的 嗯 你看 它跟你特别的亲 看来它真的是把你当成它的妈妈了 小兰就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小熊 白天喂它食物 晚上和它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然而 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 这只小熊真正的妈妈出现了 不好 啊 怎么了 你们听 外面是什么声音 那不是打雷吗 我看 将要下一场大雨了 不对 你们再仔细的听 那是熊的叫声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 一大闪电换过 把大地照得亮如白昼 众人看到一头大熊 直立在高高的栅栏前 发出一声声语丝心裂肺的吼声 哎呀 它应该是笨笨的妈妈 它这是来找自己的孩子了 没错 它现在已经抓狂了 野兽都是害怕闪电和打雷的 如果不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 没有一只熊 会在雷电之夜跑出来的 请你不要开枪 只要我们将笨笨还给它 它就会离开的 啊 你真的要将笨笨送回去 是的 虽然这段时间 我和笨笨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但它终究是一只原本 应该生活在丛林里的熊 回到母熊身边 是它最好的归宿 你说的对 我们一起将它送出去吧 来笨笨 我带你回到妈妈身边 当他们三人走进栅栏的时候 惊奇地发现 那头母熊显得非常憔悴 后腿上还裹着一圈生锈的铁链 难怪它过了这么多天 才来寻找自己的孩子 原来这只熊中了猎人的陷阱 被活捉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它后腿上的铁链 猎人用铁链拴住了它 不过终究它还是逃了出来 并且第一时间 跟随着气味来寻找自己的孩子 母熊看到他们三人和小熊后 显得异常暴躁 它拼命地重击着栅栏 并发出一声声的吼叫 你不要闹了 我这就把你的孩子还给你 去吧 笨笨 回你妈妈身边吧 然而小熊抬头看了一眼 栅栏外的母熊 又扭头朝小兰看了看 接着 她竟然朝小兰那里走去 哎呀 笨笨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妈妈了 没错 她睁开眼后 见到的便是我们 她心里已经将我们当成了家人 笨笨 你这个小傻瓜 她才是你的妈妈 快去啊 快去吧 笨笨 孩子 妈妈终于找到你了 我的宝贝孩子 妈妈好想你啊 放开我 快放开我 我要回家 好 我们回家 我的家在那里 我要回家 要下雨了 赶快进来吧 笨笨她真是不舍得离开我们啊 你们看她 看我的眼神 充满了留恋和不舍 那又怎么样 笨笨不过是被她的亲生母亲 带回去罢了 她还要吃奶 只要母熊喂过她几次奶后 她很快就会适应在母熊身边的生活了 嗯 你说的有道理的 小熊笨笨 离开已经有一个月了 就当大家认为不会再遇到她时 她却再一次出现在了小兰的面前 笨笨 笨笨 果然是你 这时候 树林里传来了一声母熊的吼叫 小熊的母亲从树林里跑了出来 她看到小兰后又是一声大吼 然后凶猛地朝其扑了过去 哎呀 救命啊 妈妈不行 你不能伤害她的 哦 我并不想伤害她 要知道 当初如果不是我 她根本不可能在山林里独自活下去 你找到我们后 我们也将她还给你了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啊 啊 妈妈 你要是伤害她 我就跳进河里去 啊 完了 今天死定了 可就在这时候 小熊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声 母熊听后 一下子停止了进攻 扭头朝小熊那里看去 小兰此时也睁开了眼 只见小熊看了母熊一眼 然后纵身跳进了河里 母熊见后大惊 她大吼一声丢下小兰 直奔河流而去 然后也快速跳进河里 朝小熊游去 孩子 妈妈来了 妈妈来救你了 母熊很快便游到了小熊身旁 将其从水里救了起来 小兰也趁机逃走了 天哪 你遭遇到了那头母熊 真是太可怕了 那头母熊被人类捕抓过 她应该对人类恨之入骨 你能从她手里逃出来 真是幸运啊 是笨笨救了我 如果没有她 我哪里能逃得了 傻孩子 你这个傻孩子 为什么要跳进河里啊 为了救小兰 小熊奔奔不惜跳进河里 因为在她的心里 这个人是她的朋友 是她可以用生命来保护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